今年一度的慈善籌款节目《欢乐满东华》 将于12月16日举行 这日丐明辉和吴美英 粉蜜登场为粤剧《紫纸戏》录影 这个演出也率先筹得一百万善款 影真厉害呀 足足三十三年 《欢乐满东华》真的很开心 一个慈善机构能够信赖我们的演出 大家的真诚 以礼相待 还有很喜欢我们的演绎方法 我也希望筹到善款 可以帮到更多人 恭喜美英姐 最近做了艺术中监 其实这个是很偶然之下的 希望能够 借着我少少的勉力 希望能够 身防相传是最重要的 塞培到一些新秀 将来是承传了我们的粤剧演出 其实美英姐私底下 是不是都很严肃的 不严肃的 我们全部都不严肃的 我们全部都很玩得的 我们要破除所有粤剧老观的严肃 和被人感觉很沉默 其实是我们玩得很严重的 很死板印象 其实是打破了 是错的 所以大家认识粤剧也不是古老的 我们是一个很新潮的文化 因为我们现在是新放相传 希望和小朋友和学生互动 吸引他们快点进来 认识我们中国的传统戏曲 这个是最重要的 除了提携后背 盖明辉和吴美英 当然都会继续登台演出 乐力发扬粤剧文化 他们预告 未来会有新剿 未来我们就准备 过年过年的一个制作 在戏院 我们还有一个 太平清照 我们十年一届才做一次的太平清照 我们很幸运地 我做了四十年 做了四届 很感谢大家的顺耐 真的很感谢 还有我们本土文化 圍村的盆栽 还有很多不同的祭祀 都要给大家 因为现在做了非谋 非为 对不起 非为 大家认识多些我们传统的文化 是最重要的 还有神功戏 是每一年 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举行的 难得他们十年才举行一次 我们都是期待了很久的